资料图,耿爽,中新市记者侯宇社,中新网,7月24日店,据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消息,在7月24日的外交玻璃型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在提及中非关系时表示, 是,牧林友好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的唯一选择,是我们因始终坚持的正确方向,中方认同非方一道,继续妥善管控分歧,之交务事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有记者问,据报道,23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表国情思文时,提到非中关系,回应了一段时间以来对国内有关非中关系的一些关系和质疑, 度高度评价中虽在打击跨国犯罪和禁毒的领域合作,并表示,中非关系改善不代表为放弃南海权益,双方正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友好处理分歧,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我们注意到杜特尔特总统国情思文中有关过去两年非中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合作前所未有的积极评价。 耿爽指出,中方赞赏菲律宾政府,在杜特尔特总统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正常关系和互利合作。 耿爽提到,2016年中非关系转换以来,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恢复,并取得显著进展,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安全合作是两国一大合作重点。 中方坚定支持杜特尔特总统净毒,反抗和打击跨国犯罪的努力。 助力非政府维护国家和平安宁,近年来两国合作实践充分说明, 慕林友好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的唯一选择,是我们因始终坚持的正确方向。 耿爽称,杜特尔特总统就职以来,中非就南海问题,一直保持顺畅有效沟通,积极开展对话合作,维护了海上形势总体稳定。 这一发展顺应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中方认同非方一道,继续妥善管控分歧,聚焦务事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我们还将继续同包括给旅渐在内的东盟国家共建地区规则,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断取得积极进展。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